每一个人 我们在一生当中 第一任老师 是母亲啊 小孩从出三岁 从出生到三岁 离开强保 真正砸根的教育 就是这一千天 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要么有学好 往后学就很困难了 中国古礼 妇女怀孕 古礼上有啊 怀孕之礼啊 做母亲的这个人 齐心动力 业余造作都要端庄啊 端正庄业 为什么呢 她的心善 以言行善 小孩受她的感染 就善的感染 如果她念头不善 以言行不善 这个胎儿就感受到不善 就太骄傲 出生之后 她张开眼睛会看 她会听 她已经在模仿了 你不能说这小孩无知 那你错了 小孩非常聪明 她看大人 听大人 看了一千天 这个根 根深地固啊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太大了 那现在年轻的母亲 没有受过神仙教育 偷懂啊 她受的教育是什么 现在都是电视 少少长大 上学了 在外国的学校 我们知道 小学一年级 就写电脑了 电脑里面的信息很多 影响太大了啊 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呢 佛菩萨 神仙来都救不了 也就是 得教不了啊 没法子教啊 众生 不善地造作业感 那就是灾难 这灾难从哪来的 社会的混乱现象 啊 这个地球灾变的现象 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生活中的主动 都是灾难的 观众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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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